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再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照片为1939年波德战争爆发后 波兰的反坦克部队在边境上布防 等待大军压进的德军部队 照片为1939年9月 德国空军大规模轰炸波兰首都华沙后 华沙的城市街道成为了一片废墟 所能够募建支出全是残垣断壁 无数波兰人的家园被摧毁 他们被迫流离师所成为难民 战争的惨烈在这一刻张显无遗 照片为1939年8月 在德军入侵波兰前夕 波兰最精锐的接兵部队 进入东普鲁市边境 在波德战争中 波兰指挥部把数量极少的装甲坦克 分配到各集团军中 而德军则把所有装甲坦克 其中组成装甲师 而面对德军的钢铁巨兽 波兰无法抵挡 甚至拉出骑兵队向着德军装甲车冲锋 用大刀来挥砍德军坦克 而后也证明了 波兰军事的整体落后 是德军能够再快速击溃 波兰军队的援间之一 照片为1939年的国军队入侵波兰七点 士兵们穿过一个浮桥 尽管在波兰士兵败退的时候 破坏了大部分的桥梁 但德军搭建浮桥的速度极快 从而这种减管德军行军的方式 完全失去了作用 照片为1939年的国士兵攻入波兰境内 德军的装甲部队 在一条乡村公路上前进 此时德军早已攻破了波兰的防线 波兰军队在德军装甲师的冲击下节节败退 照片为1939年9月中旬 在波德战争快要结束的幕尾 苏军部队进入波兰边境 与德军完成了联合脚杀 照片1939年10月5日 波兰被德国全面占领后 德国军队在波兰华沙举办了胜利阅兵 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从柏林飞往华沙参加了胜利游行阅兵 在镜头中 希特勒向着军队行纳粹军 照片为了1939年10月中旬 德国在占领华沙后 开始大量抓捕华沙犹太区的犹太人 这些犹太人被关押 在纳粹集中营中 大多数人遭到了无情的屠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